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有另一个叫小丽的 你把那个女员工叫来 你问问到底是谁为难谁啊 好 我让你死个明白 去把小丽叫来 老公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用老板娘的身份去威胁别人 哼 到了 你这个老婆 不仅没家教 还没头脑 撒谎成性 我看你啊 赶紧把这个拖油的平衡了 你 老公 我真的没有犯法 我真的没有犯法 郭总 老板 你找我 小丽啊 别害怕 今天我跟你做 你尽管把本发生事情说出来 小丽 你说清楚 初夏和别人在厕所发生了什么 你看见的是他推的我是不是 你还扶我来着对吧 我 我 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 我 不要因为林初夏是高朗的老婆你就包庇他 懂吗 我懂王总 是 是林初夏 他先退的圆圆 他先退的圆圆 而且他还 骂圆圆是妖精 他说圆圆打扮那么好看 我是为了公平的高总 但是 圆圆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高总 你肯定为圆圆做手 你 林初夏 你要什么好说的 王总 高总 林初夏 他还打了圆圆 而且他还威胁我们 不让我们把事情说出去 他说 他是老板娘 他来这就是为了 看着狗子 你 你胡说八道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老公 我没有你要相信我 王总 高总 你们可不能因为林初夏身份特殊 就不管我们 高总 这下你听清楚了 你这老费太太毒了 王总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误会 初夏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也没有那么多心思 初夏 我相信你 你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要不然 你先给小丽道个歉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林初夏 说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我林初夏 说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我真的没有故意 撞过圆圆 也没有打他 都没有用老板娘的身份 威胁他 我不会道歉的 再总说你也是高朗的老婆 现在有没有证据 圆圆 因为你辞职了 你答应说你没有了 我 我没有 是圆圆先撞到我 小丽 你为什么要撒谎了 你都看到了吗 王总 高总 我 我真的没有撒谎 我要是撒谎的话 去拿五雷锋 林初夏 你还不道歉 你还没有意识到我 我问你的严重性 你以为这件事情 你当我欠解完了吗 你老公也要跟他一起受吧 什么 王总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高朗 你以为你老婆得罪人员是谁 她可是百利集团老板的小女儿 人家夫妇来咱们公司体验生活 你老婆这样得罪人家 你以为咱们和百利集团的合作 还能谈得成吗 怎么会这样 怎么这样 我 高总 这件事情我已经告诉你啊 我觉得以你现在的能力 很难胜任高市总经理的责务啊 我 王总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和百利的合作 我会解决的 哼 一个年纪老婆反过来 一个年纪老婆反过来 还出去 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错 表现得不错啊 啊 下个月把你升为部门经理 谢谢王总 谢谢王总 我一定要好好干 唉 好了 别拍马屁了 让你和圆圆 故意乌云南临住下的事 别说漏漏 否则 有你好工 肯定不会肯定不会王总 那个 不过 圆圆真的是百利公司老板的女儿 圆圆真的是百利公司老板的女儿 哈哈哈哈怎么可能 只是百利公司老板的女儿 恰巧也就圆圆罢了 好了 那也回去上班吧 反正圆圆也不会回来上班了 去 闭嘴吧 好的好的 你放心你放心 初夏 你说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去惹别人呢 我没有 好了 王总找关键了吧 是 是爷爷 王总的意思 就是爷爷的意思 你可是 先教职吧 你的公司风言风语 为你远程 一起发展 可是爷爷 你去再给我一次机会 百利的项目 我一定会再拿回来的 别再听了 派对于一位领住下也是 北城才发发人 是个客族制裁 没想到啊 那你付不上墙 你老婆跪我家去 别再公司给我丢人了 你 爷爷怎么说 我因为你 爷爷 降职了 这下你高兴了吧 这下你高兴了吧 怎么样 郝总 事情给你办的 是不是很漂亮 哈哈哈 还是王总啊 办事 总是滴水不漏 给你的一百万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 辛苦费 记得 看一看啊 哎 好好好 还是高总大方 以后 有这种好事 多记得我一点啊 好嘞好嘿嘿好 怎么样老公 一切竟在整个中 现在啊 我才是高市的总经理 我就知道我老公最厉害了 哈哈哈 去区的一个黄脸婆也配合我斗 我弄不死他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呀 我们当然要一步一步的 从老爷子手里 把高市公司弄手了 哈哈哈 哈哈 好了 今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嗯 你问您出下吧 我被他害了降时了 什么 降时了 妈 我今天去上班 被人给陷害了 他害的高朗降时 妈 我也不是有心啊 你个蠢货 这一天上班 你就躲这么大的脑子 我们高家真是倒了八倍都没 才请了你这个媳妇 妈 我也是受害者 抓紧时间过滚 我在家里不想看见你 妈 都这么晚了 你让我去哪啊 你爱上哪上哪 我不想看见你 滚 滚 妈 我明天就去找爷爷 让高朗复职 行了 别吵了 主下 你就别越帮越忙了 你就别越帮越忙了 今天我睡沙发 你睡床吧 好好好 儿子你快去休息 老公 我一定会让你复职的 少说大话了 要不是看在我儿子面子上 我就把你给赶出去 我没说大话 我有办法 我一定会让高老公 复职的 痴人说梦 你呀 抓紧洗衣服拖地 我真是不该相信你 我还以为你认识花神工的人 就转运了 结果呢 你还是个扫把型 害得我儿子受这样的委屈 今天啊 我让我儿子一定给你离婚 一定是有人算计我 我一定会找出这个人的 喂 刘明 你帮我调查一下 和我老公合作的百利公司 怎么突然取消了合作 和我老公合作的百利公司 怎么突然取消了合作 好的 花神 我马上给你调查 李猪猪猪猪猪 李猪猪猪猪干什么呢 你说你还能干成什么事 妈 我已经洗了很多件了 你这就给我喊累了是吧 你别以为你认识花神工的人 我这个婆婆就使唤不动你了 妈 我没有这个意思 哼 没这个意思最好 洗完衣服抓紧做饭 我儿子要回来了 阿神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调查清楚了 百利老总输了王总的钱 你说的那个圆圆 根本不是百利公司老板的女儿 这个王总 要帮您处理了吗 先留着 你安排一个项目给我老公 我要让我老公复职 等我老公复职了 我再一块收拾他们